要架,架東西 這樣,不用 我們 這裡面,在物理他 總共分了 22個單元 也就是我們這個學期 大概是他講 11個單元 那如果按照葉數來分的話 大概是 也差不多是11個單元 然後講300頁 好,300頁 第11個單元獎 第11個單元獎 那我們就按照葉單元出獎 但是,像它的課本範圍 不是按照這樣分布的,因為如果你看 那個 基本物理123,加上那個 選修物理12的話 它的實際上有些是重複 重複講過,就是選修的部分 跟上,就跟上品品牌一樣 它有些東西是重複的 所以這個參考書法我找,是因為它把它 這個問題有些重複 上菜版就是同一本 有些講不太一樣 還是有些不太一樣 所以它這個是把它 其中篩選之後 變25個單元 變25個單元 那我們第一個單元講的是 運動學 第二單元講運動學 但是第二單元就是變成平面運動了 實際上運動有點像是在做 呼吸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大家都有經驗 但是它其實有些加深的地方 譬如像是 執行運動函數圖形的分析跟運用 那部分 可能有些是需要一點點 微積分的概念 用過微積分嗎 沒有用過微積分 這是高中數學的部分 但是我們就 就看了 好 那我們先從一個 簡單的 因為第一單元是講 執行運動 一樣是執行運動 就是執行運動 執行運動 執行運動 聽說 照理來說 應該是上完學測範圍之後 再接觸直考範圍 然後日本是直考的重複型 那 所以我們肯定會接觸到 超過學測範圍 那 那個東西是排在比較後面 還是 還是說是交錯的 因為可能的話 我希望我先學完學測範圍 再一起去直考範圍 學測跟直考範圍只差半年的課程 也就是只差 只差選修的一二色 只差選俗 只差選俗 正常來講 差這裡 但是以中來講的話 他們的物理是兩年把 全修跟基礎物理上完 也就是一二年級上完 全部的辦完 也是一樣的道理 他們其實那 外面基本上只要是什麼 什麼一中 哪一中 中一中 高雄中學什麼 這些都是在兩年之內 把資產科全上完 因為他不希望你上大選之後 陪我學測做了 然後你很高興 後面辦了個讀書 還不會做這種事情 一般都會做這種事情 那你大學之後 就幾乎什麼都沒有讀啊 那你看這本書 我先看一下這本書 這是學測物理 學測物理的下策 第一章是電池效應 學過吧 我都學過了吧 第八單元是電池感應 這沒有學過 但是他只是隱身而已 那是電流有沒有學過啊 花電機也學過啊 交流電波電流 基本上這些有一般是學過的 B9張是經濟物理 經濟物理 雖然國中沒有學 但是在高中第一年的上策就學了 一上就學完的東西 叫經濟物理 他在這邊只在重新講一遍 有提到一些相對分的部分 物質波跟原子的部分 你不要告訴我沒學過原子的 但是他這邊會提到 譬如說強作用力跟弱作用力的部分 會再提到一次 第十章是現在科技警戒 譬如什麼人造光啊 半導體發現 超導體發現 耐語科技這些 所以跟我們現在這種長的東西 沒有關係 你知道把那個 非學測部分 剃掉 然後再看一下目錄好了 好像剃不太掉 二十單元 二十一單元一部分 十九單元二十八單元 這學期 這學期要講的東西都沒有關係 就大概的上 對 事實上第一單元 他的 中整完的東西就非常簡單 就是你可以從 他的重點整理來講 只有兩頁 就從位移到速度加速度 直線運動的函數途徑形分析 然後到 重點整理要兩頁就已經算很多了 直線運動算多嗎 還好 應該是吧 然後再來一個相對運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先想一個 sd 這是一個 什麼組 sd sd 什麼是s 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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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假設我從這個點 這是0秒的時候 位置是0的地方 我移動到7秒的時候 第7秒就是任何一個時間點 好 我移動到這個點 所以 我現在只有兩個訊息 起始位置跟最後位置 t0跟t1 好像雙眼都會這樣 帶 大L 那請問你知道這個訊息 你可以知道什麼 速度 就是在這個 t到 從0到t的時間 的速度 到位移 位移 ok 還有呢 時間差 好 就這些訊息 這樣 好 好 這個速度 有沒有可能 是我們從這 東西得到的速度 但是它是真正的速度嗎 是真正的速度嗎 是真正的速度嗎 不是 那是什麼 是平均的速度 ok 平均速度 為什麼 因為在這過程當中 有可能 有可能 他的運動方式是 是 不快不慢 不快不慢 他可能是 不快不慢 不快不慢 有逆轉 或者是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這樣子 他可能是先慢慢走 突然那邊 架速上來 對不對 他可能這邊走的比較慢 前面走的比較慢 會突然架速上來 所以你在這點上 你只得到這兩個訊息 你只能知道它是一個平均速度 你沒有要知道 他真正的 在這一 那一剎那 在踢的這一剎那的 可能性 我們不知道 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 所以說 大部分 大部分的狀況來講 我們所得到 都是一個平均速度 那我們如果說 以速度方 速度方 速度方 如果說 T等什麼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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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有问题要讲 有问题要讲 那我们现在看 我们前面这一点 他后面踩一个 忽然开始慢慢的 变慢 这一点的速度是最慢 最慢 这一点的速度是最慢 这一点的速度是最慢 如果用逆爪 要往前走一点 就平下来 那我们在 看这个图的时候 我们既然知道 V等于delta T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两点 一个delta T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许到 位置双delta S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个地方 这个斜率 这个斜率 斜率就是斜的程度嘛 斜率就是速度 适当 可是是速度还是低均速度 还是平均速度 还是耐震的平均速度 所以 可是事实上我们 不满足嘛 不满足平均速度 因为只取平均速度 对我们来讲太乱了 所以说 RT取了一下 RT取了非常方向 小到什么程度呢 小到几乎是 就是接近了 几乎很多点站 对 曲均于0嘛 曲均于0是相当小 小到就是0 但它不是0 小到就是0 但不是0 好 在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点是什么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点是什么 瞬时速度 对不对 瞬时速度 好 它的方向呢 它的方向是什么方向 它的方向 就是 速度是多少 就是在这一条线上来讲话 这个方向和这条线子 如果一起来上来讲 对不对 切一切 好 不错 你突然开窍了 切近方向 切近方向 切近方向的斜率 就是它的速度 好 你可以想想想 假如我这样子切 这一点跟这一点是我的斜率 我又往这边靠近 是不是这个斜率 再靠近一点 然后再靠近到这边重解的时候 是刚好这条线 都只切到同一个点 只切到一个点 那一点是不是就是斜线 所以在这个曲线上的 切线的斜率 就代表所有的速度 好 从几何上 大家来看这个意思 所以你只要看到一个 所有的运动方程式 所有的运动方程式 就是这样子 S 以T为变数的函数图形 就是运动方程式 以T为变数的函数图形 这样是这种意思吗 有 好 就像是 以前学过 what of x 对不对 你待见认了一个x 你得到一个什么 y 我待见给他认了一个时间 我都会得到位移 对不对 对不对 假设我一个运动方程式 是这样子 好 那我见公主说 它的方程式是S of T P 那P或是什么 在这里P可能会是什么 我们学过函数图形 通常一个1代表什么 假设你学过一个图形 有一个1的代表什么 二次函数 二次函数 对不对 有两个1 三次函数 四个1 三个1 四次函数 对这个来讲 基本上这应该是 几个几个函数 几次 四 这应该是两个弯 1 2 3 4 所以这是六次来说 基本上我们现实生活中 基本上看不到这个东西 基本上看不到 就是 看不到吗 我现在有机会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我如果开车或者是跑步 基本上都会看到 我一定要 都是很复杂的 都是很复杂的 都很复杂的 对对对 好 好 好 那我们如果是考虑一个 比较简单 这个太简单 考虑一个很简单 就这个石头 那粉笔从天空落下来 我们可不可以推倒它的 函数固寸 可以推倒吗 应该怎么推倒 好 自由落体的函数固寸 自由落体的净数 有 有 有 总是先收一口 提示点先收一口 欸 我的咖啡 真的对 你不要留 還没喝光吧 有 有 有 嗯 对 零 喂 好 自由落体 按住不清 有 有 有 二分之一,GT,GT 非常好 欸,二分之一,GT,GT 總來了 那就是這樣 就這樣 比較好夠 就這樣,就這樣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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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講做就是我們數學來講的話 就數學來講的話 你要求一個位置函數 你是不是可能能假設他是 AT平方加BT 加C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代碼 T等於0的時候 S等於0 事實上可以求啊 我可以譬如 照相嘛 我一秒鐘的時候他在哪個點上 兩秒鐘的時候他在哪個點上 帶你去數可以求ABC 對 對不對? 我就可以這樣求出來 但是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是 公式嗎? 這個怎麼來的? 就回到VD5 VD5 記得嗎? 記得嗎? 好 這是什麼運動? 等速度 等速度運動 好 我現在走了一個G時間 請問一下我的S能做到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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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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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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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在這部分那個 現在我們是指標性的 明天長沒有問題去往下上 好 好 所以這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我們知道這個面積 代表的就是 它的距離 那所以有人會說 這是臭小嗎? 嗯 如果加速力 那不是一樣的 假如現在可以加速運動 是不是? 我相信這是加速運動嗎? 對 難道我的面積 也代表的是 所謂的距離嗎? 對啊 好 那這時候就是維持面的功能 我們可以猜猜看 在這個小小的地上踢裡面 我這個假設我的速度就是等次 我說可以得到一個長方形 那這剛剛長方形我們可以接受 這個面積就是它的距離來強化 這小長方形是不是也算的面積 對啊 也是那距離 同樣的我在其他地方給丟它踢 你得到一個小小長方形 小學都學過算面積的方法 假如我現在有個部分的形狀 我要算面積怎麼算 學人一種小腳 鞋子應該是切成正方形 大家有幾個嗎? 應該是放格子 應該是放格子 應該要放格子 貼上去直接拿出來 兩種針在使用中 對 好 好了 鞋子的生活都好像是分了一種 可是 比較好算是切成正方形 Anyway 就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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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切完都可以在損格子拿 一損格子拿 一損格子拿 一損格子就知道它面積 同樣這個 我基本上的下念好了 剛華說的那樣小小 那樣踢 切成無限多段的時候 我當然沒辦法畫到無限多段 但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當你是無限多段的時候 你的每一段幾乎是連在一起的 你的速度就是那個 平均速度 也就是你的順時速度 是一個定值 所以是讓每個面積 整加起來就是你總面積 對不對 所以這個面積還是代表它的位置 距離 所以 這個三角形面積還是什麼 二分D的 VT VT 是不是VT 這是V 這是V 這是T 這是三角形面積 這是三角形面積 也沒有感積 停不懂還是要停下來 所以說 我們在走的過程當中 你看有什麼問題 就是 可以問一下嗎 可以問一下 爪太多了 待會轉到沒有人 沒有人要出來了 我站在前面一試試看 你們都沒有離我 好 所以 好 那情況就是VStand V跟G的關係 V跟家屬的關係 V跟家屬的關係 家屬 這邊是G啦 但是我們不用家屬 不用重力叫做 不用想一下 V跟加速度到底有没有关系 有啊 什么关系呢 调查B 调查B A等于什么 速度差 每单位时间的速度差 所以是处理T 是速度差 调查B 这个部分 跟刚刚讲的部分是相关的 好 我们先从B 等于Delta1分之DeltaS A等于Delta1分之DeltaB 这部分的意思是 你的位置变化量 每单位时间的位置变化量的速度 每单位时间的速度变化量跟加速度 就只有这样 只是再多一层吧 同样的 我回到这边来 假设从0秒开始到7秒的时间 我的速度是从0到B 所以我的A小单位 就等于T分之B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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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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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地方哪里 我正在想 我正在想 T分之B 不能够加三角 就是时间分之四个啊 就那个点个是什么 对啊 你看 DeltaP 是T-0 DeltaP 是V-0 所以就直接放到下面这些示範 不用讲 事实上这个圆点 在我们物理上来讲的话 有没有标语原点 对啊 有一个天 这个宇宙红荒 BOOM 宇宙诞生 那个时间点是0 那请问现在时间多少 不知道 也不知道 所以在我们在推算任何事情 都用相对原点 所以事实上假设 这个地方我也可以说 我们先重新化个桌标准 就是相对原点 相对原点 相对原点 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这边是经过一个3秒钟 然后再经过一个T秒钟 到这边 可不可以 都可以哦 可以在任何地方 画个相对原点 我们是做相对原点 同这一块 其他的管 其他后面都有在管 所以这个零点 那这个零点怎么来的 这零点随便你定 你在任何一个运动方案下 可以随便定出一个相对原点 好 所以我定出来 这个样子也容易定 我的加速度等于T分之第一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相对来讲 B等于什么 B等于AE 对 好了 把B等于AE带起来 开机的时候是不是等于 2分之1 2分之1 AE T 等于T 有问题 B等于AE 这个哦 你们回去吃 自己再去找一次 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大概自己这样推考 就是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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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那一段时间 在隔了半 忘记了 再回去的推导一遍 所以再推导几次 你会慢慢就熟悉了 就会记得 所以等于AE 2分之1 AE T 好 这就是这种推导几次 这样的公式 所以在这个 自由落体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运动 运动 运动 加速的状况 就是 S 2分之1 2分之1 AE 平方 但是重力降低 是我们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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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得到公式了 公式之后 可以知道 好 B0秒的时候 我的位置在哪里 B0 对不对 好 我的1秒的时候 我的位置在哪里 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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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圖形上可以想像一下 因為G是向哪個方向 真實世界上G是向哪個方向 向下 因為那是向下加速度 所以這整個圖形這樣我們看這個方向 但是它事實上在真實社會上 真實的世界上我們是向下為正的 就是零點現在就是到這邊 這邊是假設是4.9 以下為正 向下為正 坐標指為正 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圖形 假設我現在把這個圖形往上丟 這彈數就會死 運動方式會死 你需要知道什麼 往上丟 不用這樣說 不用等於0 往上 好 從這樣往上丟 時間為0的時候在這裡 時間為1的時候在哪裡 在那某地方 時間為2點多可能又下來 對 時間為2點多可能又下來 等於這樣 這個還是沒有幾多 你有什麼考驗 你有什麼考驗 出子速度啊 出子速度啊 出子速度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你的第一影子都這樣 然後呢 在地球 地球 它的A就是7 對 所以你現在只要得到另外一個 沒有 就這樣只要 然後 然後這個S會哪一種 對 還要往下 對啊 所以你要考慮 T有啊 T有啊 T有我們的 來於 B T 加上 R B T 加上 B0T 7 T 好 B2T 可以接受 這是我自己猜的 你自己猜的 我剛剛也想猜這個 可是我正在想說 我這完成這個背公式 所以我 我還知道這要怎麼背 好 首先我們要先決定 B0 是哪邊圍住哪邊圍住 都可以啊 往上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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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邊用B0是往上圍住 所以假如往上丟的話 你可以得到 S一開始是正來圍住的 S一開始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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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寫 那我會走啊 當然一開始都是0啊 但是一瞬間會補是負的 對 因為它是負的嘛 它補去大 對 你可以想像嗎 假設我今天 對面講3好了 因為你剛剛說 S一開始 S一開始 一開始都是0 因為那都是只有T嘛 好了 那假設我現在想 加上一個常骨項 這常骨項會是什麼 在真實意義上有什麼 主力 有主力嗎 想像一開始有 一開始T位0的時候 有個C嘛 這C有時候 T位0 那是圓南的位置啊 圓南啊 譬如我現在站得這麼高 我以地板為圓點 我相當地畫一個 橫筆 所以這就是C啊 對不對 這就是C啊 我一開始 這個橫筆的位置 就是C啊 是這樣 OK 負C吧 你比如說往上是負的 那我說C 我沒有看到正負啊 C的值開始負的 它是負20嘛 還負20 還負20 還負30對不對 那是負20 所以 在一般來講 我們在定義 你就像你跟V 你會寫負的一樣 好 那個 就在坐標準上 你定義它的方向性 C一開始 我覺得 你可以看到姿勢可以求出來的 好 這是菜 這... 這叫做 這叫做 邦跟Condition 就是你的時候 有多少 就是邊電條電 好 所以 我們只能去推倒這個圓圓 怎麼知道是畫圖啊 畫圖在頭 啊 我們要再用兩的 沒有啊 我說就是畫X技術 或者是V技術 這樣 OK 我們畫V技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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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畫一個 是有初始條件的V 對不對 那運動之後呢 它開始產生一個加速度 我現在跟這個體態 我們先自討論過 有這種情況 可以去處理 這樣的問題 好 好 好 所以 這是有初始條件的加速度 但是這個速度是 在7秒之後 我這樣寫了點子 打算 我再拉回來 D 我的圖已經要轉掉了 對 好 一個T型 為什麼T型呢 我在T等於0的時候 我的速度是在V0 對不對 我經過T時間之後 我的速度等於V B 現在我V是多少 V等於多少 沒有最終的 對 B加 B加A 應該是V0吧 有 V0加A2 V加A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這個斜率是A 在VD圖的斜率是A吧 我們剛剛都講過了 呃 對不起 V B 等於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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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ΔB等于什么? 是不是ΔB等于A 这是三角形的关系 我的ΔB等于AΔB 那ΔB是它就等于T 因为T等于B等于B 所以就等于T 那我们的速度是什么? 速度是真有速度 所以B等于B0加ΔB OK,这没问题吧? 好,那我们来看它的S是多少? S S會是多少? S是什么面积? 面积怎么算? 这是一个T型 这样我随移轴画的方法 好,这是T型 这是一个T型 是上底加下底 才可以高水了 好,等于什么? 对,S等于 二分机 上底 V0加 上底加下底 V0加ΔB 它就提高ΔT 对,这等于二分机 V0加ΔB 2V0加ΔB ΔT 这等于 这个T出来 V0加ΔC ΔB ΔT 好,ΔB等于什么? ΔT 就是T 所以等于 V0加ΔB V0加ΔT V0加ΔT 有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有初始速度的 可是我们左边 左边的公式是V0加ΔT V0加ΔT V0加ΔT 对,没有错 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T我忘记了 V0加ΔT V0加ΔT 对 这波谷同程 V0加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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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这样问题 我没有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个PoMNUS 事实上就是PoMNUS PoMNUS 你们学过PoMNUS 你们知道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23处的PoMNUS 对不起 那个Ti 对不起 好,那我们把一个 等于 2分之1 T比方加上V0T 这是一个23处的PoMNUS 我要重球一次 好,就是23处 好,就是23处 比较真是半场 我本来在 应该在一个月 在 在 呃,我们 其实 后面就是会 比较用到一些 数学的概念 你数学部分 等下 如果说就以 读书的 读书的层次来讲的话 你数学还是要先 基本上 国中数学 国中数学 先读乎 像我们的 高中 对对对 我们高中 就算是高中数理 用到位置背 也是一点点概念的 也没有真的去 叫你算上这个东西 好,真的没有 那实际上 我们现在得到这个 S方程式 对不对 假设你学到维基分的话呢 你就知道 Delta S Delta T 当 Delta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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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S00 2分之1G T00 2分之1G T00 2分之1G 2分之1G T10 2分之1G T00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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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公告 C1 1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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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 5分之1 2分之2 4分之1 2分之1 2分之3 3分之1 我用7万T,7万T会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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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7万T等于7万T 对, becomesT0 所以T万当于什么? 7万等于 没有T写不到 тобan了T,这就是T0 对不对 我们再进去 这都是数据推导,会不会有数据推导 這個測滾很好,但是,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測滾,這個測滾,這個測滾,這是測滾,這個測滾,這個測滾,這樣 V0,70,這沒有問題吧 沒有 好啊,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他,因為他的,因為他在計劃之後,把他忽略掉了 我还没有复制,我们等到最后再复制 所以,他就把他换过来,T1-T0,所以就换过来,T1-T0,就换过来 T1-T0,就换过来,T0就换过来 我们,始终这个,这个,这个 不,不,这是X0,这两个东西 好,比如说,假设你在取的话 好,这一点是T0的话 加上一个DELTA-T,是不是叫T1 这个时间间隔是DELTA-T 所以T1等于DELTA-T 来,T0加DELTA-T 好,那我们看一下 X1-X1 X1 2分T,曲线B1 2分T 可以先解开 T0 X1 X1 X2 X1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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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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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 D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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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 D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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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好,現在把它放進來 對不對? 2分1,G 2 7 7 應該是給雕塔 哪一個? 是雕塔 雕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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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注意什麼? 雕塔雕塔 是不是? 那我們先把雕塔雕塔雕塔 對不對 等於什麼 2分1,G 1分1,G 雕塔雕塔雕塔 2分1 2分7 7 乘上2吧 2 7 夾上 丟上 7 沒有 丟了,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對不對? 加 V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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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只有2可以吧 我們那個時候不是把T2變成T0 T0 T0 T0身上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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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被感掉 喔,沒有被感掉 T0 T0沒有 T0沒有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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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把 他 他去G0的時候會發什麼事情 有 有第二條T就不見了 好 第二條T去G0 所以這下都不見了 好 他在哪一條 所以這一定能用掉了喔 2分 C1 這乘起來可以T的嗎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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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是不是就知道這個結果 嗯 那這個結果事實上就是 我們如果講微分的話 事實上 微分就是 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 乘上來 這個乘上來 然後這個去掉一次 就減掉一次 比如 我把它微分一次的意思是 這個2乘上來 這個2-1 這邊是那種T 這個1乘下來 這個1-1 剩0 就記得零食吧 就是要少一次 少一次 4的意思 我如果寫通識的話 是這樣子 那當然你們可以推到 但是我們就這個意思 y等於x平方 加 bx 加c y的微分就是 2 學一次的 對 它的切線方程式 正差7千方程式 加b b c就不見了 有啦 搞啦 這我要加 完全大部分 大部分 就是微分兩次 就變成2a 就沒有了 這就是 你可以看 這個2乘下來 就是2a 2-1 是不是才一次次 1乘下來 就得到b 然後 1-0 就得到x的0次 就是b 就是沒有了 這個意思 就是降刺 降刺之後 得到這個方程式呢 你這個如果熟悉的話 你以後 認了一個方程式 你把他全他微分 就可以得到他斜率 所以他斜率 方程式也可以得到哪 好 斜 律 方程式 這個呢 是他斜率 一樣的 要推到 OK 好 這個東西就參考一下 前面的東西比較重要 是怎麼推到比較重要 好 好 這邊 這樣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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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好